我曾經也有這個經驗拍這些類型的戲 但是我今次特別地要求導演能夠在我演藝上 能配合一下不單單是好像是我過去演這些類型的那種表演 所以這次能夠希望有一個不一樣的精神分裂的一個人格分裂的一個表演 到香港來逃生活的兩個女孩的一段非常令人感到悲傷的經歷吧 然後呢就是之中他們遇到了張家輝然後呢他是演的這個角色 因為他也做了30多年的監獄 然後有一點精神分裂 所以說我覺得這段經歷對這兩個女孩的人生 還有他們的價值觀其實都是有挺多的觸動 就是一直都很緊張 因為這次的角色真的是挑戰心太大了 因為我就是整個要演一個六七歲小女孩 然後被就是等於是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是在做妓女的 我覺得真的很慘 糟了 我叫這麼多一正面 這個 黃國監 這裏是最有旺角家庭的拍攝工作